王二小列世之墓被于河北省来源县刘家庄村的山坡上,王二小,化名王嫖,本名言复华,1929年1月22日到1942年10月25日,是广为人知的少年抗日英雄,抗日战争时期,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,经常受到日本鬼字的扫荡,王二小是儿童团圆,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, 一边给八路军放哨,1942年10月25日,农历9月16日,日本鬼子又来扫荡,走到山口十米了路,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,就叫他带路,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,为了保护转移躲藏的乡亲,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,突然,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,敌人知道上了当,气急败坏之下, 将王二小狠狠地摔在了石头上,用刺刀刺死了,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,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,牺牲再来原县狼牙口村,年仅十三岁。 正在这时候,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,消灭了全部敌人。 1960年,南滚龙沟村建起了村使馆,石林山是王二小放哨时的搭档,而现在是作为一名义务讲解员,向参观者讲述发生在南滚龙沟村的抗日故事。 至今已经56年,现已86岁的石林山说,二哥的故事,我会一直讲下去,每次讲到王二小英勇牺牲的故事,石林山都会哽咽说,每次进山心里都很难受。